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 跟大家say hello Hello 我們這次就是這個叫做電影有讀的 134集 134 是否134已經好似硬和好東西 今天是多少號 我們現在開始講錄音時間 因為這個我們網上要珍不時隨時聽 但我們是講我們的錄音時間 是2017年的7月5號 大家知道7月5號 我們現在講變形金剛五 是否已經叫明日黃花 昨日的黃花 不是明日黃花 明日黃花是一部戲 因為已經在口碑爆出來 我都聽到你貓貓 一直罵到罵別人 不知道怎樣 我沒有罵 總之 我們今天 讚他 無論如何 變形金剛 都是一個專題 所以我們這一集 變形金剛 為何叫做專題呢 就是因為變形金剛 我們有非常多話說的 但我們第一節 通常都會有個叫做頭淡通 頭淡通 不過都對的 因為我們打算 第一百四十幾話 你說今天 今天是一百幾 134 134 在136集 編寫美好時光 是其中一個主要 對的 還有這部 亦都會是一個 想著是一個專題 很可愛 很可愛 這部是什麼呢 這部是我們這一次的 頭淡通 叫做蠟腸狗 四圍酒 對 你看到這隻蠟腸狗在走 這部 何解我們變形金剛的 那個專輯那裡 就是蠟腸狗 你說蠟腸狗四圍走 第一 他就說 原來蠟腸狗 是一個變種狗 而且蠟腸狗 它變了一種之後 那時候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蠟腸狗的出現呢 這個戲呢 都講得很好 很簡單講得出來 還有他講蠟腸狗 好不好養呢 應該好養 你找蠟腸狗去拍戲 好不好拍呢 那個導演說 以後都不要找蠟腸狗 因為這隻變種狗 原來牠只有一個任務 給人做出來的時候 只有一個任務 平時那些狗 就有很多性格 但是蠟腸狗呢 牠最大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可愛 不夠啦 現在你找牠做戲 那你就出事了 不懂做戲 因為這個故事 就是講蠟腸狗裡面 牽涉了幾個故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講 有一隻蠟腸狗 給一個家人 這是法國的家庭來的 因為他的兒子有病 有癌症 那些病 剛剛已經醫好了沒多久呢 他家人就是想 那家人的媽媽就很厲害了 就是日落巴黎的女主角來的 很多大明星做的 想找這隻蠟腸狗 做那個小朋友的那個 大家的心靈伴侶 搞出事 搞到什麼事就不說了 第二件事就是 在蠟腸狗裡 有一隻蠟腸狗 差點被人人道毀滅 你知道 如果那些狗 牠有些病 出現的時候 很多時候醫生都說 不要救了 你不如人道毀滅牠 但是呢 就有一個很好心的女士 就不是她 這個 這個 傻傻的 這個 就是 勇救了那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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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那時候 就剪了另一個奇異的故事 而且 認識了她 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跟她一起 就去流浪天涯 有第二個故事 跟著就還有一個故事 我不會透露情節的 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跟這個編寫美好時光 都有些關係的 何解一個關係呢 就是 在紐約就有一個教授 他也有隻蠟腸狗 這個教授是一個什麼學院的教授呢 創作學院 教人寫劇本的 跟編寫美好時光都合到 而這個是誰來的呢 這個就是做蝙蝠俠企鵝的 那個男主角 當年龍興暑大 是吧 是呀 Danny DeVito 是呀 他做的 然後呢 去到 跟著就做一個 有一個很噎的路人家 嗯 他就養了一隻狗 而他就說 這隻狗叫什麼名字 Cancer 你看看 它叫Cancer 為什麼呢 就因為那個老婆婆已經是有Cancer 那一刻那時候還有很多些 因為 但是這個老婆婆就是很噎的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她說 你們搞藝術的 走開吧 我以前都搞藝術 是什麼 我做Model 我做人體中間的Model 我看的 你是 那有什麼特別的 我抹開隻腳 這樣 畫開了給人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這樣說 我婆婆 我是這樣的 我以前是這樣的 非常之 其實這個故事 就很特別 很趣 而且這個導演 非常之有趣 之前有一部戲叫做李快樂 媽 有沒有看過 這個導演 就叫做 不關我的事 她雖然叫阿濤 她叫同德蘇朗姬 她之前李快樂媽 其實是相當知 很怪很陰謀 看死 但是我覺得這部更怪 還有為什麼會特別推薦 因為這部電影 我覺得在大銀幕看 她雖然是一個很低成本 是Sun Dance那些戲 但是我覺得她的攝影 尤其是色彩 非常特別 這種錄呢 它是一種叫主題式的 那這種錄呢 那裏面那裏 大家留意 你會看到 它有一場戲 不說這麽多 大家看的時候 一看到都會很留意的了 就是因為 只有這隻立掌狗 做主角而已 那一段戲 那是這部電影的主題來的 而且這個 你會看到 不單止 我們講變形金剛 有一個變種的外星人 原來狗呢 都有變種的 那這些變種狗呢 其實不止是立掌狗的 那你數數明白 都有很多的變種狗 是做出來的 而變成了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原來我們人類 就在很早的時候 已經懂得 即是叫做新化變種 非常之多的 那中國最出名的 就是它變了什麼出來呢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你不知道嗎 李宇金魚 金魚 金魚啊 李宇也是來的 不過李宇沒有金魚的改造 那麽厲害 因爲金魚 即它改造之後 那裏 你不要放它去河那裏 那裏 你放它去河 它就會 跟大家說 goodbye 那這裏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呢 它相當之特別的戲 那差不多 就在下個禮拜 左右呢 這部電影 立掌九四圍走 即可能這部戲 就是剛剛 我們這個節目 即是出街的時候 就做了 它都開始做的了 7月13日嘛 嗯 那和這個編寫廟時光 也都差不多時間做的 7月20日 是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頭淡湯的一個預告 然後呢 這個回到來 我們就講我們的主題 就叫變形金剛 米智師幾同 我想問一下這套 立掌狗呢 同不同那個 之前有一套 叫做 狗眼看人間 完全不同 不同的 那一隻呢 就是一隻白狗 那隻白狗呢 就簡直是 神奇都飛起的 因為呢 那個 那個呢 它是由一隻 很乖 很純良的 普通的 一個女仔的 寵物狗 是變成了一隻 戰鬥狗 哦 那一部 是一部很經典的 的電影 好像呢 你說起那個呢 因為它那時候 就不知道 那個電影節 好像都是康城 或者是百林 忘記了 大家去檢查一下資料 因為現在 在歐洲 有些電影節 裡面 它都很喜歡那些 寵物演戲 那它呢 尤其是狗 那它狗呢 很多時候都會有獎 給那些狗 會爭 哪些狗呢 做得好呢 那它是有競選的 那好像呢 這次呢 就是立場狗呢 不是它啊 就是這些立場 就是這些狗呢 就拿到 就是它就拿到 那個最佳狗 就是狗演出來 那你說呢 那你說呢 你剛才說的 狗眼看人間那個呢 它也都拿到獎 的 它打贏了 高達呢 那一部 告別言語 那隻狗呢 很可愛 不過它說 它都不在那裏演戲 它在演自己的嘛 因為它是高達的 那隻外圈 那它呢 它呢 只是拍它 就走來 走去啊 就是這樣 相當之有趣 那所以呢 那些狗的戲呢 都會有很多的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翻回來呢 就講那個叫做 變形金剛 去到第五集 還有第五集 剛剛是十年了 是嗎 嗯 忘記了嗎 是啊 十年了 那我們趁現在這個時間 就在節那裏 我們都是照相 就做一件事了 我們問一下我們這個 這個神秘調查方的 那些 大家的那個成員 那你就看了這個 變形金剛五 那我就發覺 你們都馬上 在網上那裏 大家互調消息 就說 是呀 那我們首先 當然是Lady First 貓貓 你對這個 變形金剛五 有些什麽的看法 有些什麽的評價呢 哎呀 真心話 說你自己真心話 哎呀 兩個字而已 是呀 這個不需要有內容的 就用聲音就可以了 阿Biul 好啊 那Biul哥先說吧 Biul哥你給各位聽眾朋友 看看你的衣服 才可以的 大黃蜂 這個是Q版大黃蜂 很有趣的 米奇老鼠 你給人看 這件在泰國 那你的評價是怎樣的 因為對你很有感情的 以我喜歡看這個動畫 變成金剛來講 我都會給他70分 是 那叫做是 高分 因為我比在他特技 做那些機械人 那些 情節那裏就不說了 好啊 好啊 即是你也不是太滿意 因為我覺得他有些 交代得不太清楚 是 交代得不太好 但是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值得提 哦 是啊 如果你說動作那些 我想如果大家看 我個人來說 我最喜歡這一場的 大黃蜂的solo戲 好看到不得了 也不是這麼說 但是要看imax 如果要看大黃蜂這部 不好意思哦 因為我看過秀道場 是imax 是啊 你的意思啊 還有這些紙質呢 你不要說很漂亮的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 這兩個重型 沒有視重型 我可以賺一點 好 那我就問一下 Rose 我們的調查科 那個Gero王 你是怎樣看呢 這個變成金剛5 其實我沒有包袱 因為我不是這個 原本動畫的粉絲 所以我就當是一部 娛樂片去看 但是今次 因為我都有看上那一集 之前的1、2、3沒有看嗎 有看完那一集 但我很記得上一集 因為那一集是有香港的影片 我特別想去看 我覺得今次繼續做 都看啦 但是那個感覺 就不知為何 好像真的不太追到故事那些東西 因為很多人物出來的時候 好像走過了 但你又不知道它其實是做什麼 其實是沒意思這樣 是的 有種感覺是這樣的 今次就 還有打得來我覺得 真的好像真的不知道 開始為甚麼下來 已經有一點打到 是 雖然我喜歡他加那個 阿森王那個背景 但是又不知道 又不知為何覺得好像 又扯得太遠 零之點那樣 就總是怪怪的 變成他敗這些東西 所以 所以 還有大佬文 阿森王好像好 好像好 好像走過就算 好像 完全像客串 客串的 主要是捧下大黃蜂 是 整體都是 不算太滿意 這樣 而且那個故事 是不是都說難追 是 是 是 不知道 看得 好像拼不回 有說 它有第六集 但你不看就好像沒有關係 是 不是 好像OK 是 整體是否都是 都是這樣來 去覺得 班長 你又給他75分 你還有沒有些細節 70 70 有減到5分 很清晰 70 不是5 覺得怎樣 故事那裡 好像Will說 真的是藍醉 因為開頭 又不知為何 突然又要找這個 又跟他有什麼關係 交代得不太清楚 是 是 那裡的問題 但是你說 將他納入去 那個阿塞王那裡 其實 我覺得都OK OK在意什麼呢 因為其實 第四集已經有個伏線 開了一個神話世界 是的 還有 如果你說 如果有看《變形金剛》 其實都知道《變形金剛》有成 三十幾個不同的系列 其實你當他這個 是其中一個 由第四集開始 是另一個系列 這樣來看 其實問題不太大 是 所以 覺得 去到第五集 的時候 這部 基本上 有兩個 可能 大家都會去討論 第一 就是 這個 跟上一集 更加明顯 就是 他看過中國市場 或者叫華人市場 很重要 結尾 也簡直說 有 不過那個 不是中國 不是景點來的 大家 但是那個叫 Grami Chan 是嗎 他不知道 他爸爸好像是香港人 是呀 那個叫 Grami Chan 是一個英國的 福爾摩斯局都有份做的演員 是 他爸爸是香港人 現在 你會發覺 他跟奇異博士 都是出現的 那些中國人 其實都是英國的演員 或者他甚至 他可能連中文都不會說 但是這個 你看到他都是想打入 那個叫中國市場 就是一個這樣的計算來的 而且 入中國市場 那個計算 就是一個 不是很複雜的 就是動作多些 故事不要那麼複雜 那就行了 但是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開話在美國都不是很大 這個表防 對吧 而且 我覺得 雖然 第五集 大家都有很多 呼聲來說 就是 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們 這一次 藉著我們這個專題來講 其實就將變形金剛 由電視啊 或者以前那些東西 都全部都會說完的 那我們下一次回來 再跟大家講 這個變形金剛的專題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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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